请合掌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敬文得授耻 愿解如来真实意 中风古诗 三时细念法事 尊敬的最同修最护法 大家早上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再借这个共修的姻缘 再次跟大家来学习 学习中风三时细念 内容一些主要性的开示 作为给大家一种学习报告 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 中风古诗在这个三时细念的内容的开示 如果大家去留意 仔细的去看 你就会看得到什么了 很多所讲的开示都是跟我们的人生观有关系 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 跟我们居住的这个环境都有关系的 很多 从头到尾 大部分的 都是在讲这些东西的 教我们 当你面对人 事物或者真望邪正利害 善恶顺利 也好 逆境也罢 好 坏 或者你的内心的自私自利 外面的明文立养 五欲六成 贪嗔成脉运 你要用什么样的心去面对 你的心有没有能力去辨别 这个很重要的 整个纲领 中风果实都是跟我们讲这些东西的 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辨别 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 当你面对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去面对 你要怎么样去辨别 很多人对于这一桩事情 都讲不清楚 虽然很多人说 师父 这跟三始信念不是 都是饶者这句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为中心吗 对 但是中风果实最主要的 你要如何把这句名号 跟你的生活融合而已 那个才是关键 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事实的真相 了解这个的真实 那你今天念佛真的不可思议了 学佛你的修行的成就 那就很快 我们很多人在这个生活上 当我们遇到一些境界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没办法辨别出来 这个好还是对 这个臭还是对的 这个好还是坏的 这个善还是恶的 这个真还是旺的 这个血还是正的 很多人有时候辨别不出来的 中风果实就是教我们 你要用什么方法 首先你要怎么学 所以很多人说师父我学佛很多年 我为什么到最后不能得利益 我念佛念了好多年 为什么遇到境界的时候功夫用不上 什么原因呢 原因在哪里呢 中风果实就是为我们讲这种事情 什么事情呢 我们看下面 中风果实在这个三十西念里面 就是这一段我们要开始跟大家来学习的 无论你是修哪一个法门 无论你修哪一种方法 密宗也好 密宗也好 禅宗也好 禅宗也好 无论你修哪一个法门 首先你要先学什么呢 你要先把你的我见 把你的我值又慢慢的放下 慢慢的去看开 慢慢的去看破 只要你把这个烦恼 这个障碍放下了 你今天怎么样学佛 无论你在哪一个环境里 无论你在什么样的地方 主是待人救 你那个学佛的能量 你那个学佛的本领 都能够得力的 你的学佛能够得力 你念佛的功夫 都能够用得上 假如今天我们没有把这个毛病 这种的烦恼 而是最大根本的烦恼 就是你的我值 无论你怎么用功 你的功夫都用不上 这个事实啊 我们一定要好好认真学习 中文果实好厉害啊 真的太了不起啊 在这个地方把我们的事实真相 统统讲出来 你的毛病在哪里 你的远运在哪里 你的障碍在哪里 你一定要把这个障碍慢慢的克服 慢慢的划除 你学佛 你才能够乐观啊 你才能够欢喜啊 你念佛才能够伐喜啊 你念佛才能够快乐啊 你的念佛才能够清净啊 不然的话你怎么用功 就没办法了 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人 你看我们很多同修 包括我们本人在内 你自己去思维一下 是不是这样 你看很多念佛的人 他念佛啊 学佛学了好多年 常常有这种的体验 什么体验呢 功夫用不上 当你遇到境界的时候 顺境也好 逆境也罢 善缘也罢 恶缘也罢 无论什么样的境缘 你那个符号常常提不起来 是不是 你遇到境界的时候 都是你的喜气起作用的 不是佛号起作用的 是不是这个样子 无论你是怎么学 无论你在怎么样的念佛 怎么样的用功 一天你不管你又念多少声的佛号 还是老油条 我们很多人都是老油条 是不是呢 真的都是老油条 不听话 很顽固的 好牛的那种 怎么劝怎么讲 都是听不进去的 太难度了 真的 真的太难度了 所以师父每次在读地藏经的时候 看到这些众生 这么顽固 这么难度 非常难 都是在想我自己本身 我们众生本人就是这样的 所以很多用不上功夫 所以念佛不得力 老油条了 写了好多年 还是老样子 你看看我们现在 师父是这样 是不是老样子 大家都不敢承认 我跟你讲 你在承认 在过几天眼笑节 我趁这个机会 赶快忏悔 师父 我举手 我真的是老油条 还是老样子 甚至于有时候 越学越苦 不学佛的时候 还好 一学佛 越学越乱 越学越苦 什么原因呢 你没有发现这种的体验 我拼命每天都在念阿弥陀佛 我天天都在拜佛 我天天都在送经 烦恼也没有 其实少没有 真的我们人很多这些毛病 自己都不知道 这个毛病建立在哪里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没有把这个窝子看破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的障碍 你们有没有发觉呢 这个就是我们学佛最大的障碍 今天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是要把这个障碍除掉 都是要修这一刻 所以我们尽忠 尽忠修学的宗旨 建立在哪里 心尽心 你把我之 放下了 你的清清清清起来了 所以我们学佛 第一个好处 是建立在哪里 知道吗 你们有没有去发觉 我们学佛最大的好处 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 事实的真相 建立在哪里 他能够包容 这个就是学佛的好处 你能够包容一切万物 对人对事对物 你没有那么容易计较 你的人生当然很乐观 你的人生当然很快乐 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很苦 斤斤计较 对人对事对物 没有一件事都不计较的 你说你苦不苦 谁不苦呢 所以很多人说 什么样的人生最快乐 你能够包容一切 你就是最快乐的 你就是最乐观的 所以中风果实 我们看下面 要我们念佛的人 要我们念佛的人 学佛弟子 一定要把念佛 修行这个方法 要以生活能够融合而已 你真的一定要把这句名号 变成你自己的生活 变成你自己的环境 变成自己的 你的念头 你的行为 你的意愿 你的缘语 通通全部融合而已 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那就不可思议了 一定要把佛陀的教诲 落实在这个生活 去培养自己的福德 这样才是念佛 不然的话 中风果实怎么说 道人若要寻归路 但向城中了自心 就是叫你要把 这句名号 落实在生活里面 变成你自己的 变成你自己的功德 变成自己的智慧 这个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 的功德的力量 弥陀名号的功德力量 不再建议在外界 都是建议在我们 自己的生活里面 那个才是念佛的功德力量 不然的话我们念阿弥陀佛 不会有得力的 祖师大的为什么念佛不疲劳 念佛为什么发喜 因为他把这句名号 变成自己生活的力量 变成自己生活的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念佛的人 应该要用什么样一种心态 来念佛呢 中风果实告诉我们 用你的乐观 用一个健康的心 用一个欢喜的心 用一个觉悟的心态 来念佛 来面对我们眼前 这些的琐事 面对我们眼前的烦恼 让我们这个烦恼的心 能够脱离出来 让我们这个生活 能够更有意义 更有美满 更有快乐 这个就是我们念佛 你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吗 你能够悟出这个道理吗 说起来的 能够明白的人不多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念佛不能得力的原因 有一人认为 我坐在那边念佛堂 我念阿弥陀佛 真的在修行吗 不一定 不一定在修行的 你看很多人都拿着念佛 天天拿着这个金本 走到哪里拿着念佛 走到哪里拿计算机 天天阿弥陀佛 真的在修行吗 也不一定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佛所讲的一切的经论 释迦牟尼佛讲了49年 这一切的一切经论 无论是大小前身 无论是前或者深的 或者大是小 字字句句都是内容的最重要的 都是讲我们什么呢 都是讲我们自己跟我们自己的生活环境 都是讲这个 都是讲这个宇宙事实的真相 所以很多人说 释迦牟尼佛有什么了不起 释迦牟尼佛太了不起了 他发明发明这个宇宙事实的真相 这个宇宙的事实证件从哪里来的 这个宇宙是怎么样来的 他的游乐从哪里 太了不起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明了 不然的话 经本一长开 都是什么 都是虎视乱想的 而且越想越远 好像跟佛法 跟我们的生活都不相关 对我们眼前的生活又没什么好处 而且后来又把佛教当作什么 当作迷信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个样的 走到哪里 把金粉拿到哪里 念珠拿到哪里 带到哪里 天天 哎呀 如果是我们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 你问他 你会不会背经 我会呀 无量如今 能够背吗 会背 没头经 又不用讲 你问他 佛 在经里面就讲事实真相是什么 打不出来 很多人 真的 不要说我们外面的 说我们本人在内 是不是这样的 教他你念经 好厉害 教他背经 好厉害 教他念作 好厉害 教他念佛 更厉害 佛法是什么 他不知道 一到进去的时候 一句都用不上 大家有没有看过 常常在公园走路的时候 你看那个鸟 他鸟那个在天空 他飞得很自在 飞得很快乐 为什么呢 靠的是什么 靠着他这个翅膀 他两个翅膀 如果用一个翅膀 他飞不起来 他很苦 道理都是一样 比喻什么呢 我们今天虽然佛法 有终在形式 的但是 形式跟实质 你要同一个时间 你要去落实 这样你才会平衡 我今天能够诵经 形式是什么 我念佛 我念经 我坐禅 无论 你在学什么 你要把你的学的东西 把佛陀的教会 遇到什么样的境界 落实在生活 你这样的话 你才能够平衡 同样的时间 同时的时间 你能够落实 这个就才是真的 学佛了 所以呢 我们看下面 中风果实 我们要懂得 在这个现实的 生活的环境中 你要转自己的 境界的念头 你要转自己的心态 你这样学佛 念佛才能够成就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你看 说一句老实话 我们看到这个历代 很多念佛往生的惯例 很多 在念佛堂 真正自在往生 西方起的世界的人 多不多呢 不对 真正在往生的 你看我们这个学会 到场建了几年了 超过二十年了 真正念佛往生 在念佛堂的 有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 你哪有看得到 一个都没有 我走了很多地方 到美国 到欧洲 亚洲的地方 包括我们这个澳大利亚 真正念佛往生 在念佛堂的 找不到一两个 什么原因呢 很明显的嘛 一模了然 你就看得到了 不要说在生活 在念佛堂 有时候念佛的人会吵架 真的耶 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 我做主法和尚 主法和尚一般都是坐在后面 站在后面 绕佛 老菩萨在前面在打架 一个要显对面的 前面的 你能不能走快一点 哦 那个前面的人 他说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走路啊 你怎么叫我走快一点 甚至于在旁边 你念佛能不能够快一点 能不能大声一点 你看 连这样的境界 你心都不清闲 你怎么能够成就 所以我们在净土圣贤路里面 我们的记载 你都能够看得到 比如说 最有名的民国初年 虚云老和尚的学生 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 虚云老尚的弟子 他的学生 他的名字叫巨行和尚 他还有一个法号 叫做日壁法师 日壁法师 后来他出家 他为什么出家 因为他感触到这个人生很苦 我感觉到这个人生太苦了 我今天一定要解脱 我一定要以古德了 后来遇到虚云老和尚 经过虚云老和尚的观察 看到这个人有真诚心 他真的有想脱离的 这个轮回 所以最后他祈求出家 虚云老和尚 就帮他剔毒了 那最后不仅仅他一个人出家 最后一家人八口 统统都出家 都成就 但是巨行和尚的成就 是不可思议的 后来出家了 那出家以后 因为他不认识字 我看下面 因为他不认识字嘛 也不会讲经 又没有文化 什么都不会 但是因为他听 这个念佛很好 而且这个念佛的方便 简单 容易 成就又快 又方便 所以他去请教他的老师 就是虚云老和尚 能不能教他 我要怎么样来念佛 所以虚云老和尚教他 请他 也教他怎么念佛 而且告诉他 你什么样的事情 不用去管 也不用去学了 不用去学奖金 也不用去学怎么样的 你好好老老实实 一句名号 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那巨行和尚是怎么念佛的 他在哪里念佛呢 在工作上 而且他的工作是很苦的 人家不想干的 他去做 人家不想做的 他去发心 人家不肯吃苦头的 他肯吃 人家不肯去的 他去 通通发心来做事 任劳任怨 不肥不老 不变 不倦 都是欢欢喜喜 为一切众生 为一切大众 来服务 来供出 巨行老和尚就是这样的 真的 不愿不悔 不肥不倦 欢欢喜喜 是对一切众生 是对一切众生 去服务的 很多人 来取笑他 他欢欢喜喜 笑眯眯的 都对待人的 天天天都是这样如此的 无论做什么样的工作 最难得的 一句名号 从来不离口 从来不离心 而且最了不起的是什么地方呢 他最了不起的修饰 这在哪里呢 他呢 自己本身 他不认识字 也不稳 没有文化 但是他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 他去拜经 他怎么拜经的呢 你知道吗 他不认识字 他怎么拜经呢 他常常请他这些同学呢 给他念经 给他听 比如说念阿弥陀经 同学念阿弥陀经 给他听 他一句一句 把他背起来 一步一步 把他背起来 他每一句的经 比如说 南无廉池海会佛弗萨 一句 拜一拜 一句 拜一拜 他是这样拜的 他就这样拜的 你想一想 《弥陀经》里面 总共有多少次 他就照样拜 你看他的那个心 对阿弥陀佛的恭敬 对佛法的恭敬 到这样的程度 非常的用功 非常的警戒 所以大家还没起床 早上 他一大早去工作 去做事 从来没有跟人家讲话的 很多人啊 常常取笑他 作弄他 甚至于啊 有时候来笑他 他对人是怎么样 笑嘻嘻的 笑咪咪的 人家怎么作弄他 都是阿弥陀佛 人家怎么批评他 都是阿弥陀佛 不管有人 人家多少说 他没有文化 他一句阿弥陀佛 说他你不认识字 他也是阿弥陀佛 一句阿弥陀佛 今天如果有人骂你一句话 笑话不了了 你不相信 你不要说别人 说夫妻两个 有一天莫名其妙 你的先生早上起来 你还没起床 骂你一句话 或者你在煮饭的时候 在煮菜的时候 我很辛苦啊 不仅仅为了一个人 要煮菜 要煮饭 每天都操心这个问题 突然间先生跟你讲一句话 你的饭不好吃 你会不会生气 哇那个脾气啊 一定起来了 整个脸像罗刹鬼一样 哇那福建话讲 面臭臭 就是这样的 所以呢 你看巨型和尚 都是把这些工作当做什么 当做修行 所以很多这些家庭主妇啊 天天烦啊 烦什么 烦煮菜啊 煮饭啊 洗碗啊 洗衣服啊 打扫啊 种种的 好烦好烦 对不对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 以前还没有疫情的时候 我们一年还可以 带一家人出去旅游 什么都不用管 什么都不用煮 什么都不用洗 每天都是玩吃睡觉 对不对 还好 休息当做休息嘛 现在疫情啊 你要出国 心里又难说 你要出国 都担心 所以那个心的闷了 更闷 所以你想一想 你在这个念头东京 你要怎么样去转 那个才是关键的 所以巨型老和尚 在他49岁的那一天 在49岁的那一天 因为他住的道场 就是虚型老和尚的道场 那个时候 举办了一个叫做三坦大戒 然后请他来做什么呢 请他来做尊重 像我们以前 以前我们说这个三坦大戒 从沙弥比丘菩萨界 叫做三坦 三坦大戒 都会有尊重 来做我们 做我们的证明 然后这些戒指呢 他们就请他来开示 请巨型和尚开示 请教他 你这一生学佛的心得是什么 这些戒指 像我们以前 受三坦大戒的时候 也是如此 结束之后 我们会请这些 我们的尊正师 这些 来为我们讲几句话 季寻和尚呢 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啊 我是一个初人啊 又没有文化 又不认识之 又不会讲经 但是 但是我这一生 所修学的 只有一个 是什么呢 一句阿弥陀佛 我坚持下来 这个就是我念佛修学的心得 非常的 非常的 圈虚呀 其实当他 对大家 讲这个 开示的时候 他已经 开悟了 他已经 赠得了 他已经 成就了 但是 你看他 这么 圈虚 对大家 来讲 这一句话 我只有一个 就是这句 阿弥陀佛 名号 我一生 坚持下来 从来不动摇 从来不懈怠 这句名号 都是帮助我成就的 所以呀 从这个地方 你看 人也 谦虚 说明他吗 修行 也成就 我们呢 写佛不但没有呈现 越写越公告 越写越傲慢 看不起 轻视别人 这样是写佛 后来呢 他讲完之后 祭行和尚 他 把他 留下来的 一点点的积蓄 或者他 所穿的 这些的 袈裟 全部供养 供养之后呢 他去见他的老师 是宣劳上 跟他告别 宣劳上 知道了 他已经念佛成就了 他要离开这个世间了 宣劳上 知道了 后来呢 俱行和尚 到这个霍山 霍山有一个霍院 去后院做什么呢 去准备作画 往生 而且连后事 都自己办的 你看 自己办的 你看很多人 离开这个世间 你看我们 有时候去殡仪馆 去看一个人 往生 谁帮他处理后事的 都是他的家属啊 对不对 很操心 为他操心办这个后事 俱行和尚 不用 连自己的后事 自己取决 太了不起了 真的太了不起 我们念佛的人 要修到这样的成就 自己处理的后事 你看 我希望我们 总有一天 当我们念佛成就了 明白什么时候要走了 自己处理 然后呢 他自己准备了什么 准备了几困灵草 放在哪里 放在他的身边 放在他身边 后来呢 他的身体用什么来化呢 用三昧真火 把自己的身体化掉 所以当他用他的这个三昧真火化掉的时候 他的身体出了一道光 这一道光往天上飞了 往天上走了 所以很多在后山的这些居民看到啊 这个天空啊 出了一道光以为这个后院啊 已经着火了 所以很多人就跑过去 结果呢 看到后院 都没什么发生 当大家进入这个后院的时候 没想到看到了巨型和尚坐在那边了 动也不动 大家问他 巨型和尚你在做什么 他也没有讲话 动也没有动 当大家进入到这个后院里面 看到巨型和尚已经亡生了 没想到这一道光是从巨型和尚而来的 而且最难得的就是什么 他手上拿着隐性 他手上拿着木仪已经变成灰了 但是他的弱体跟正常人都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 没有什么区别 所以整个云南那个时候轰动起来 很多人都去看 人都已经火化了 但是整个人都是正常的 所以很多一些大记者去报道 包括当时的云南省的这些最高官的 那个时候这个最高官的是谁 叫做唐继尧 唐继尧带着他家属去看 一看到了 他的火化跟人都是一样 不可思议 非常的赞叹 很多人看到非常的赞叹 对这个巨型和尚这么不可思议的这样的成就 后来啊 虚言老和尚 我们看下面 虚言老和尚就用这个隐性呢 敲敲敲的在他的耳朵旁边敲了三下 敲了三下 然后虚言老和尚就告诉巨型和尚 他说啊 你今天这样的事情啊 你这样的念佛 已经给大家增加信心了 你现在可以放心走了 老和尚啊 当他的话讲完的时候 什么样事情发生了 什么样事情发生了 大家听到什么 听到他这个身体就好像大罗一样 倒塌一样 轰然一身 整个身体变成什么 一团灰啊 最尊敬的最童修大德 你看他的修行念佛的成就 有这么大的不可思议 我们能不能写得到呢 能不能呢 以后连货事也不用给人家操心 比如说我们两个夫妻 你跟你的太太讲 以后我的货事你也不用操心 我自己处理 那你今天念佛不得了了啦 真的耶 我们很多事情为了获释 交代这一个 交代那一个 等一下这个不可以 等一下那个是可以 还要请人家来祝念 还要请人家来帮助我们诵经 没必要啦 外面的人靠不住 还在靠自己的能力来修 必什么靠得谱 真的耶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俱行和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成就 他成就在哪里 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 他一天早上到晚上以后去念佛堂 没有啊 天天在外面工作 你看那个宋朝 我们看下面 黄打铁 黄打铁是怎么样念佛往生的 而且欲至死至往生 是怎么样 打铁成就的啊 你看黄打铁 打铁成就 我们天天打铁能不能成就 不但不成就 越打越烦恼 越打越痛苦 而且你看黄打铁往生之前 又告诉我们一首诗 他说叮叮当当 打铁成钢 太平将近 我往西方 讲完一打下去 往生了 这个是宋朝 你看我们看这个清朝 清朝有一个叫做东瓜和尚 因为喜欢吃东瓜 所以称他东瓜和尚 他在哪里出家 在华延安出家的 而且他一生的口头禅是什么 念佛 不在嘴 参查案不再退 所以他一出家 从一天 刚刚他出家的那一天开始 天天逛大街 从早到晚逛大街 天天出去逛大街 逛了几年 逛了十年 一天都不离开 天天逛 你看我们柳国有时候去超市买东西 坐了一半 感觉很累 你看那个东瓜和尚 从早走到晚 那有没有累 不累 他做什么呢 参禅 你也现在做什么呢 在念佛 所以有一天他跟他的同学 他说我要往生了 你能不能帮我住你 他同学在笑他 天天逛大街 你怎么能够念佛往生呢 我这个同学 想要试探一下 是不是真的 真的 他来了 但是来的时候 看不到这个东瓜和尚 东瓜和尚跑去哪里 刚好跑去应供 应供完之后 回来 看到疗法案 他的同学 问他同学 我的疗法案干什么 你不是说今天要往生吗 东瓜和尚 对哦 我忘记了 念佛往生还会忘记哦 所以这个你要互相提醒 明明知道已经既定 也好了 我要往生 你要来祝诵 东瓜和尚 突然间想起 对哦 我今天我要往生西方净土 他同学 好 你等一下 他去后面 耿一目入 准备好了 清了个袈裟 就告诉他同学 好 我准备好了 才念几身而已 他就跟他同学讲 阿弥陀佛来了 他就告诉同学 他说 终日着觉方 我们看 心中念佛忙 诗人都不是 别有一天堂 你看 他们这些人 把这个人生观 看到很透彻 真的为尊敬的 对龙旧大德 我们今天中风果实 教我们要把这个人生 要看透彻 你真的要把它看透 所以很多人问我 师父什么叫做人生 人生究竟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能够讲清楚 人生观是什么 不多 你不相信 你问问你周围的人 你问问你的先生 你问问你的他 什么叫做人生 他打不出来的 很多人说 人生就是工作 赚钱 去解分 传宗接代 然后去追求我们的欲望 追求我们的愿望 以后发大财 事业成功 种种 以后退休 我们去逛逛旅游 享受人生 这个是人生吗 这个是人生吗 人生是什么 人生就是无常 真的 你信也好 不信也罢 你接受也好 不接受也罢 你明白也好 你不明白也罢 事实都是排在你的眼前 人生真的是无常 我告诉我们 人生有生老病死 事实啊 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改变的 所以你有烦恼 你还有什么烦恼吗 你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人生的真相 你还有什么烦恼呢 没必要 不要想不开 真的 叫我们要想开一点 你连你的自己都做不了主了 你怎么能够做别人的主呢 所以很多人说师父啊 你这样的话讲的是不对 我的身体当然我能够做得了主 真的吗 都是假的 所以过去啊 有一个人啊 他问我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 他说师父你没有曾经经过 生活很苦 我说有啊 现在呢 有没有苦 有啊 那我回头问他的时候 你过去有没有经过这样的苦呢 他说有啊 现在有没有苦 有啊 然后我问他 你能不能拿出来呢 你能不能把这个苦拿出来呢 你能够拿出来 那就错了 你拿不出来 那就假的 说明什么呢 说明啊 有什么事情 看开一点 看破一点 人生就是这么回事 没必要过于执着 你这样的人生了解 那你的人生观真的过得很美 所以中风果实叫我们 道人若要玄归路 但想沉重了自信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念佛 学佛 一定要在这个人生里面 在这个生活 在这个居住的环境 你一定要融合合力 一定你一定要培养你自己的智慧福德 这样念佛才能够得力 这个叫做 但向沉重了自信 在这一段 简单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中风果实 在这个三十七念 弥陀经念完之后 会念一首句 四句何云称极乐 只因众苦不能轻 报人若要寻归路 但向沉重了自信 这个头一句 中风果实 教我们怎么学 这样讲 大家听明白吗 该怎么学 该怎么做 你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首先要把你的我值 把你这个我 你要放下 很多事情 你就会不为感觉不一样 特别你的心 能够包容一切万物 你那个心 太不可思议的 好 我们看下面 中风果实在这句句颂 讲完之后 它是怎么开始的呢 我们来看 请合掌 心心疾佛 提虎疏落 显至如生 佛佛为心 拆窜瓶蓬 尽从心出 好 经文我们就念到这个地方 我们看下面 这一段是中风果实 是用一个笔语 用这个笔语来为我们说明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的心 说明我们的本性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 我们做三十七年不是 会读诵到这一段经文吗 这一段经文是怎么说呢 说我们这个心 心心疾佛 说我们这个心 有两个心 一个是真心 一个是忘心 无论是真心 无论是忘心 都是一个心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 为我们说明 无论你是真心也好 还是忘心也罢 他都是佛 你都是阿弥陀佛 你本来都是释迦牟尼佛 像中风果实 我们在第一诗 不是有一段经文吗 阿弥陀佛即是我心 我心即是阿弥陀佛 你本来就是吗 学人 你今天所用的是凡心 是忘心 但是你都是佛 属于阿弥陀佛 我释迦牟尼佛 都是用真心 我们是用什么心呢 我们都是用忘心 无论你用忘心也好 用烦恼的心也罢 用你的清静心也好 用你的真心也罢 你都是佛 你都是阿弥陀佛 你看那个中风果实 讲话真的 没有拐弯磨脚 小弯 没有跟我们还言巧语 直接了当 你就是佛 所以中风果实 用这一个来比译 为我们说明 我们看下面 比译什么呢 你看哦 提虎疏弱 贤智乳生 无论 怎么样的制造 它都是乳制品 它是乳制品来的 提虎 提虎也是乳制品 只是在乳制品当中 它是最精华的 是最好的 疏弱 疏弱是指什么呢 疏弱是普通的乳制品 好像我们买一个名牌 买一个不名牌的 无论是名牌不名牌 同样 它就是一个包包 对不对呢 你无论你买什么样的 金也好 白金也好 黄金也罢 它就是金 今天我们写的金中协位 无论是写武法师也好 物行法师也罢 都是法师 叫我们不要分别心 不管精华也好 还是普通也好 乳制品 它都是乳 什么意思呢 中协国师在这个比喻来为我们告诉我们 告诉我们 义装什么事情呢 中卢产是说 其实我们跟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诸佛如来 是没有两样 是一不是二 真的 我们跟阿弥陀佛都是一的不是二 实际上呢 实际上我们也是佛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很多人 听到这一段 有点害怕 我真的是佛吗 所以今天中风果师 今天中风果师 说我们大家都是佛 大家都是阿弥陀佛 大家都是释迦牟尼佛 大家都是披露这那佛 你敢不敢承担呢 你敢不敢承认 你敢吗 你敢直下承担这个吗 可能的多 不多 为什么呢 很多人说 哎呦这个 这个不行了 是我这个太冒险了 哦 哦 这个太 责任太大了 哇 这个哦 你以为啊 坐在那边 哦 阿弥陀佛 放在那边 天天人家来供着 啊 拿水果 哎 那个也是压力很大 你看那个 我最近啊 看到一个 一个短片 大概十几分钟了 不是我们华人要过年吗 很多人跑这个寺庙去拜 拜这个神明啊 拜这些婆啊 买了一大堆水果 一大堆一大堆 什么什么都有 穿得很漂亮 去拜 然后呢 拜的时候啊 要求了一大堆 啊 我要这个 我要那个啊 今年我要怎么样 今年我要如何 你看那个佛啊 为了吃你这个水果 你说他压力不压力的 很压力啊 真的耶 你说 你说 明明佛 他表法不是这个啊 但是你放在那边 我也不是叫你来供 我没有啊 但是你一供下去 什么都要求了 每一件事要求好的 没有求不好的 你说 观世仙菩萨会不压力 压力耶 真的很多 很多人都会常讲 我们的业障深重 我们的喜气很重 怎么会是佛呢 说实在讲的 业障深重 喜气深重 你都是佛 这个我们一定要相信的 无论今天 你是什么样的凡夫 无论你造什么样的业 你都是佛 你那个佛性 本来都是不变的 你本来都是佛 我用一个比喻了 我用一个比喻来为大家说明 大家有没有看过一种 人家喝酒醉的人吗 有没有看过 或者你的先生啊 或者常常喝酒啊 以前他们写我之前 喝酒啊 最后呢 喝醉了 你看那个喝酒醉的人 跟我们正常的人 有没有不一样 有没有不一样呢 那当然不一样啊 甚至于有时候呢 喝酒醉的人一般呢 都会什么 都会什么 耍那个耍什么 耍酒疯 甚至于有时候会让人家很难受 特别他的家属 像我小的时候 我们的邻居啊 就是杀猪为业的 天天喝酒醉 哇 搞到我们了 祝他的邻居啊 拒犬不宁 天天吵架 跟他的太太 跟他的儿女 天天吵架 他天天喝 喝酒醉的人就是这样 他虽然是醉了 我们看下面 他虽然是醉了 他虽然是醉了 他是不是人啊 也是人啊 哪怕是睡得一塌糊涂 不醒人事 请问他是不是人 也是人啊 这个大家不会否定的 他还是个人 这个比喻什么 比喻我们现在就是喝酒醉的这个佛 我们本人就是 我们现在就是这个 像那个喝酒醉的人 虽然睡得一塌糊涂 不醒人事 但是佛从来没有否定我们 你还是佛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从来没有否定 佛 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还是相信我们 你就是佛 你那个佛的本性是没有变的 这个是真的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无论今天我们躲在三恶道 第一恶鬼畜生 你那个佛性本来都不变的 所以那个罪 罪都是假的 只是暂时而已 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明了 佛在经上所讲的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 你本来就是啊 而且我们众生 跟已经成佛的 的确是没有两样的 只是我们现在罪了 我们迷失了 但是现在虽然我们罪了 只是他已经暂时了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 他跟我们都是没有两样 没有什么两样的 这个就是啊 所以同样的道理 我们看下面 诸佛如来阿弥陀佛 释迦牟尼佛 看我们一切终生都是这样的 虽然我们现在用的是妄心 用的是烦恼的心 用的是喜气的心 但是你用那个佛性 都是存在的 都不会变的 虽然我们现在罪了 我们现在已经不省人事 一塌糊涂了 但是你那个佛性还是存在 但是很奇怪的是 很奇怪什么呢 很多众生 明明是醉了 他说他没醉 有没有呢 明明我们醉了 他明明他醉了 你说你醉了 他说没醉 醉的是你们 明明已经走迷失了 他会告诉我们 迷的是你 大家留意的去看 看看大家的范围 看看大家的周围 是不是像这样的情况很多 很多啊 真的耶 很多 包括我们本人在内 我们看下面最后 我们确实真的是醉了 我们确实真的是迷失了 我们这个 所以这个做中风果实啊 用这个来比译 来给我们说明 这个是真相 所以叫做就是信心疾佛 无论我们在迷到什么样的程度 但是我们那个真心都没有失去 而现在的迷只是暂时的 在这一个阶段 我们这个迷都是假的 那什么时候醒过来 等你什么时候觉悟 你什么时候觉悟 你就什么时候觉过来 就好像人家喝酒醉一样 等他酒退后了 他就醒过来了 意思都是一样的 所以信心疾佛 好我们看下面最后 中风果实又怎么开示呢 佛佛为心 拆穿平凡 尽从心出 什么意思呢 下个星期再给大家说明 今天简单给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中风果实在这个三十七年 教我们以这个名号要落实在生活 而且也为大家简单的说明 什么叫心心疾佛 说我们的心 本来都是佛的 跟凡夫 跟释迦牟尼佛 是一不是二 今天师父 跟大家简单的 讲到这个地方 祝大家老实念佛 老实见 这个要听话 要侦探 不要再做老油条 这个老油条不要做 这个老油条真的千万不要再做了 这个老油条的意思就是不听话 不老实 千万不要再淡这个傻事了 这个地方 如果有讲错的地方 我们再跟大家 请大家多多批评 今天师父 最后给大家祝福 再过几天 我们要延宵节了 十五 礼拜二 师父在这个地方 祝大家 睡睡平安 年年如意 也祝大家 老实念佛 祝大家身体健康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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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